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概念 叫做绝对值 那么绝对值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说竖A的绝对值 既做A的绝对值 以前听过一个老师说这个绝对值 他是这样来说的 他说有一个卖西瓜的 它那个西瓜一分钱一斤 大家感觉它值不值呢 特别值吧 特别便宜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绝对值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跟这个没有关系 绝对值不是说它特别便宜 特别值 而是一个数学的概念 那么数A的绝对值既做A的绝对值 注意在这儿其实出现了一个绝对值符号 就是两数 我们在这儿要注意这个两数 这样来写一下 这个东西的读法叫做A的绝对值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儿出现一个这样的玩儿 它叫做什么呢 三的绝对值 是吧 我再来一个这样的玩儿 它叫做什么呢 负二的绝对值 那么需要强调一点 大家写这个绝对值符号的时候 稍微写长一点 稍微写长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比如说我在这儿写了一个 大家明白这个东西是会有奇异的吗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呢 11111 1111也可以看成是11的绝对值 是吧 所以我说了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最好是把两边那两数加长一点 我觉得你这样写就不会有人觉得它是1111了吧 那是不是就只能是什么呢 11的绝对值 这个东西是绝对值符号加两数 那么绝对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3的绝对值 它到底等于多少呢 这个负二的绝对值到底等于多少呢 下面呢 就需要来理解一下我们这个绝对值的代数意义 代数意义 来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个正数的绝对值等于它本身 那你明不明白3的绝对值等于多少了呢 等于3 是不是等于3 等于它本身是吧 一个正数的绝对值等于它本身 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相反数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想问一下 负二的绝对值 最后算出来是不是应该是负二的相反数 它等于多少呢 等于2吧 对 是吧 那其实我们这样的是不是就非常容易处理了 我刚才其实提到了 我说那个数字那一部分啊 就是这个数的绝对值 对吧 那你其实我们随便来几个 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负二分之一 这个玩意的绝对值等于多少呢 二分之一 那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了 对吧 等于二分之一了 好 然后你对于所有的这样的数 它去算一个绝对值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对 包括这地方他还提到了一个很特殊的数 是不是零啊 对 那零的绝对值呢 就是零 是吧 零的绝对值就是零 那么同学们在这儿呢 去计算这个绝对值的时候 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那么需要跟同学们又强调几点啊 第一个 我觉得数字的这种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了 那对于字母的这种呢 就会有一点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A的绝对值 A的绝对值它到底等于多少呢 等于A 等于A是吧 这可能有同学感觉 那你这个地方视频前的同学已经明白了 他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啊 我们知道A是正数还是负数吗 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是吧 A如果是一个正数的话 是不是等于他本身 那就等于A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对的 但是A如果是个负数呢 A如果是个负数 A的绝对值是不是应该等于A的相反数了 A的相反数是什么呀 负A 所以它是不是也有可能等于负A啊 然后一天说 那就简单了 我明白了 这个东西呢 最后A的绝对值等于正负A 那其实又错了 你想想啊 如果你这样来描述的话 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 你说一个东西的绝对值有两个数 是等于正A或负A 你觉得它有两个数对吧 这个是不对的 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进行分类讨论了 这是你在初中第一次碰到这种分类讨论的题目啊 我们A的绝对值要分成这样几类来进行讨论 A的绝对值它到底等于什么呢 它有三类啊 第一类如果A大于零 我写A大于零就代表A是一个什么数 正数 这个时候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就是它本身了 对 我在这儿再写一个A小于零 A是一个负数 是不是就要变成它的什么呢 相反数 相反数是不是就是负A了呢 对 最后一个 我有一个大于零有一个小于零 大家明白A还可以怎么着吗 等于零 我们这个A的绝对值是不是就等于零了 只是问的是零的绝对值 对吧 所以每次都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陷阱 大家不要一上来就 A的绝对值等于一个什么A啊 负A啊 或者正负A啊 这种答案都是错的啊 这种答案都是错的 经典错误答案 那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去进行分类 然后根据A的符号呢 再去确定化解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个暑假班里边 关于绝对值的化解呢 其实讲的特别简单 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啊 那么在我的竞赛班的课程啊 就是那个竞赛班的课程里边 关于绝对值的化解 讲了很多 包括我们到后边秋季班啊 如果同学们还要接着上的话 我们在秋季班里边 就会讲到这种复杂的绝对值的化解 在这儿呢 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要注意分类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那么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啊 同学们可以看看这样的一道题 就是我有一个负正负负正 负负负正负7 我还是这个东西 我加一个绝对值 那你明白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了吗 可能有同学还在数那个负号的个数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积负偶证啊 你要去数这里边负号的个数 但是我在这儿如果加了个绝对值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它根本就不用数呢 因为所有的数的绝对值 是不是都应该是一个非负数 对吧 那其实这个题的答案就等于几呢 就等于7 是不是就等于7了 我不管这里边有多少个负号 它如果最后画进来出来的是正7 它的绝对值是别等于7的 它如果是个负7 它最后的绝对值是不是还等于7呢 对 这种题 我们就根本不用再去数 这里边负号的个数了 只要一个大绝对值 你就看数字那一部分 这不答案就出来了 我这个题甚至还可以改难一点 我把中间这一部分擦掉 我加个省略号 有人说啊 这个题怎么做啊 如果你没有听我刚才讲的话 你这个题是不是就做不了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有多少个负号 根本不用管 它有奇数个偶数个 对我们的答案是不是没有影响了 对 那么对于这类题 同学们明白我的意思了 嗯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绝对值这一部分啊 绝对值这一部分 那么下一个呢 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绝对值的几何意义啊 绝对值的几何意义 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是点到远点的距离啊 点到远点的距离 那么大家明白这个东西又需要跟什么来建立联系了吗 嗯 数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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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反正这个几何意义都是要跟数轴来建立联系的 嗯 远点之道是零 是吧 嗯 我这边现在有一个数叫做三 你还记得三的绝对值是多少吗 嗯 三 三的绝对值就是三 他说这个东西呢 是代表到点到远点的距离 我刚刚解释过这个距离它有没有非复性呢 没有 哎 距离 距离有 距离是不是应该有非复性的 嗯 那说你在我前边五米和在我后边五米是不是和我的距离都是五 对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地方三到零的距离是不是就等于三 嗯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负五到零的距离应该是等于多少了呢 嗯 等于五 因为距离是吧 它不可能是负五 所以是不是这个距离应该等于五的呀 对 这个五是不是就是我们负五的什么呢 绝对值 绝对值 好 所以我们已经明白了 这个一个数的绝对值是它的几何意义代表的是它在数轴上所处的位置到远点的距离 到远点的距离 那么我们现在呢加深一点难度 我现在问X的绝对值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嗯 是不是X到远点的距离 是吧 嗯 是X到远点的距离啊 X到远点的距离啊 那么一个字母呢 它的绝对值是代表数轴上表示X的点到远点的距离 又解释完了 这个没有问题吧 嗯 但是会有一类呢 更难一点 我在这儿呢 也给大家提一下啊 因为我们在竞赛班的课程里边也讲到这个东西了 包括我们后边秋季班还会接着讲的啊 这个地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X绝对值没有问题了 那我想问一下X减1的绝对值你会它的几何意义吗 就不太会了是吧 嗯 嗯 那X减1的绝对值就是代表X到什么呢 1的距离 不是了吧 对 它如果是X到2的距离 那不是跟它一样了 嗯 这俩是不是符号明显不一样的 对 我们必须得把它变成一个减法这样来处理 那我想问一下X加2就是X减去什么呢 负2 是不是减去一个负2 嗯 这个东西大家能理解吧 嗯 那现在你明白X加2的几何意义是什么了吗 嗯 X到负2的距离 是吧 嗯 X到负2的距离 那我再写一个X加3的绝对值啊 X加3的绝对值 这次你能明白了 嗯 是X到什么呢 负3的距离 哦 到负3的距离 好 来把这一部分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后边有一些 呃 有一系列的题目 如果是要利用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来做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理解了 那么我简单的再说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是呃 X加Y的绝对值 和X减Y的绝对值 有没有发现我这次不是输了 是去 又是一个字母了 对吧 嗯 你想想啊 回忆一下 我们X减1的绝对值还记得是X到什么的距离吗 到1的距离 X到1的距离 那X减Y的绝对值就是X到什么呢 Y的距离 到Y的距离 是吧 嗯 这个X加3还记得吗 嗯 是X到 负3的距离 负3的距离 那X加Y代表的是X到什么呢 负Y的距离 负Y的距离 是吧 嗯 负Y的距离 好 一定要记下来啊 这个东西呢 稍微有点拧啊 减法的这个直接就是X到Y的距离 加法的这个呢 是X到负Y的距离 同学们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嗯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绝对值的几何意义的一个隐身啊 它更难一点 那么在这呢 给同学们讲一下 我们后边呢 就会用这个东西来处理一些题目 就会变得简单了啊 就会变得简单了 那么这是我们绝对值的几何意义这一部分啊 几何意义这一部分 刚才讲完这两个以后啊 我们来把绝对值这一部分简单的总结一下 其实绝对值呢 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叫做非负性 你有没有发现 正数的绝对值等于它本身 是个正数 对吧 嗯 负数的绝对值等于它的相反数 是不是也是一个正数 对 那0的绝对值等于0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非负数 对吧 嗯 所以我们的绝对值具有非负数 那么你用几何意义来理解呢 是不是数字上点到远点的距离啊 嗯 我说过这个远点到远点的距离 这个距离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具有非负性呢 嗯 那么给大家补充一道题啊 我在这儿如果出现了一个 x-1的绝对值加上一个 呃 y-2的绝对值等于0啊 请不要你求xy的值啊 求xy的值 这种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因为第一次碰到可能没什么感觉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绝对值是不是具有非负性的 嗯 说明这一部分是不是大于等于0的 嗯 这一部分也是一个绝对值是吧 嗯 它是不是也大于等于0啊 嗯 两个大于等于0的东西相加最后等于0了 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呢 嗯 能不能这里边一个大于0一个也大于0啊 不能 你两个都大于0的话 加起来是不是肯定大于0的 对 哦 那你现在明白怎么才能让他们等于0 只能让他们同时怎么着呢 等于0 是吧 嗯 那x-1的绝对值等于0 哎 什么什么数的绝对值等于0 0的绝对值 那说明x-1是不是等于0呢 对 0的绝对值等于0 所以x-1等于0 那你也明白了 y-2也得怎么着呢 等于0 等于0 好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xy的值给求出来了 嗯 x等于几呢 x等于1 x等于1 y等于几呢 y等于2 y等于2 题目求xy 自无碍 这个大家明白是要求他们俩的什么吗 成绩 不是分别求出来 是要求他们的成绩 1乘以2等于几呢 等于2 等于2 是不是就做完了 嗯 各个学校啊 初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的试卷里边一定会出现一道这样的题目 它就是在考察这个绝对值的非复兴 同学们可以好好看一下 看一看你上了初一以后 那次期中考试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题目啊 考察非复兴 那我以后再碰到绝对值加绝对值等于0的这种题了 你明白就是让这些绝对值怎么着吗 嗯 都等于0 哎我这如果再加一个z减3的绝对值 你明白 最后z等于几吗 z等于3 z等于3 一堆绝对值相加等于0 只能每一个都等于0 这个考察的呢 是绝对值的非复兴 补充了这样一道题 同学们都听懂了啊 嗯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